这个问题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解决狗狗呕吐最有效的方案就是找到呕吐的原因 然后解决这个原因就可以了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方法 能够同时解决不同原因引起的呕吐症状 所以对于不同原因引起的呕吐症状 有效疗法是不同的 为了能监护到更大范围的家长 这里我来说一下常见引起狗狗呕吐的疾病和解决方案 首先对于消化系统疾病和某些内科疾病 像泄小病毒、肠胃炎、胰腺炎、肾衰竭、肝衰竭、中毒、中暑等症状引起的呕吐 一般采取的方法是药物之处 那么最有效的药物就是马和皮团 其次对于消化道形态结构的病变引起的呕吐或缓流 如巨石倒症、失嘴性幼竹动脉弓 消化道异物堵塞、腹水、腹腔肿瘤占位 则需要通过手术或抽出腹水的方式解决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第三对于一些生理问题引起的呕吐如妊娠反应、应激反应、疼痛等 一般不需要特意止吐即可自行恢复 但有些疼痛特别明显的情况下是需要根据情况进行阵痛的 第四其他原因比如说像吃多了、食物变质、食物生冷 这一类情况引起的呕吐只需要采用科学正确的方式进行思维 即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以上就是我的个人经验和建议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